请喝茶 我谁知智慧离而闯远 犹如今日几名郎 所有主义路是 关顾雄中 知知不乐 主有于此生死牢狱 无名安抚苦所避 众生还终悲痛 一次居足流失云淫 如大泪臣烦恼 随其也知铁所未解 无名安出苦之妙牙 尽皆为断回报 同奔清静求情 实体功德 深渊佛子最深 百一十二相好 闯远出心安静地 妙吉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求精端身行一活 愿素如尊成就其加持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威力有情顾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威力有情顾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威力有情顾愿大绝尘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好 好那我们 在一起学习皮婆舍纳 请大家 翻开广论皮婆舍纳 第 404页 我们先看到 上次讲的一个进度 404页 倒数 第五行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说到了 过去的西藏 新爵祖师们 他们针对于 中官师 有不同的一个明年安理方式 从立民的角度来讲 以及从立圣义的角度来讲 那 从立圣义的角度来讲呢 分了所谓的 李承如幻 对于秩序派的论师呢 他们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李承如幻 对于应成派的论师呢 他们给他们一个名字 叫做 吉武所住 有了这两个名称 那针对于这两个名称 到底合不合理呢 大师在后面这个地方 做了破斥 那他引了 决会大议师 上会议师 的住宿 说到 旧圣义们所立二终 是令愚者 崛起稀有 也就是认为 西藏论师 他们所提出的 这两个名字呢 只是让愚者感到 很稀有而已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心要 那这两个名称 到底合不合理 如果 从大师的字面上来看 针对于大师后面 讲的这一段文 四百零四页倒数第一行 此说极善 以彼所说 为助理智彼量 所良之义 为圣义地 理智所良 顺圣义地 故 假明圣义 接下来翻过来 中观庄元论 及光明论 据宣说故 诱读于大 中观师 义不许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便为圣义地 故非善说 这一段呢 如果 单从大师 所讲的字面来理解的话 那会有另外一层的理解方式 那因为我们上次在解释的时候 是 摊杂了四加合注的解释在里面 所以四加合注呢 稍微做了一点调整 所以就变得会有另外一种解释方式 那我们先 不采纳 应该也不是说不采纳 就是说 我们 先不看四加合注怎么讲 直接从大师这一段的字面上来看的话 因为这一段字面呢 看起来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 也比较容易有 多重的解释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 会有两种理解 一个就大师的字面 大师这边所写的字面来看的一种理解 另外一种就是 依着四加合注 会有另外一层的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只说极善 就是说上会议师所讲的 这个讲法很好的 也就是否定过去西藏论师 取了这两个名字 说上会议师去迫斥他们 是很好的 以笔所说 以笔所说这个笔 就是西藏论师 他们曾移出来的 说对于秩序派的论师 许 曾之为李承如患 对应承派论师 说极无所助 以他们所说呢 为旧理智 笔量 所良之意 为圣一地 那 当他们这些 认为是李承如患的这些西藏论师 他们在提出 为什么 会说为李承如患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所谓的圣一地是 现空双聚的 显现跟空性 两个同时存在在一个心序之上 世俗的显现 以及 圣物 圣一地 这两者 同时在一个心序上显现 所以说李承如患 那 这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唯旧理智 笔量 所良 这个理智是观察 空性 观察圣一地的一个智慧 所以称之为理智 唯旧理智笔量 所良 也就是他所对的净 他所证得的净 这个叫做所良 唯旧理智笔量 所良之意 就是他这个笔量呢 去衡量 去证得的这个内涵 这个内容 这个对境呢 称之为圣一地 那这个理智笔量 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这边释迦合著 他有讲到说 他是有显现了瓶子 以及说法无地实 这二者 就是在显现瓶子的同时 去证悟法无地实 的这种笔量 所以就以这样一个笔量来看呢 他们认为说 这样一个笔量 所证得的净呢 就是神一地 也就是说 在证悟是空性的同时 也显现了世俗这一法 例如说 证得瓶子的无自性的同时 他是在显现瓶子之上 而去证悟瓶子 无地实 那显现瓶子跟证悟无地实 这分 这两者是在同一个 心绪上呈现 就是在这个笔量的心绪上呈现的 所以这两者 同时存在的缘故 就是明明是无地实 但是显现又存在 就如幻如画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笔量 所良之意 如幻 如幻化一般 这种存在呢 就是圣一地 他们 许 里程如幻的这些西章论识 认为说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圣一地 但是实际上 圣一地并不是这样子 圣一地 它一定是 仅仅遮处有地实的这一分 并不是说 在遮处地实的时候呢 它同时有一个世俗的显现 那这会变成世俗地 但是西章论识 许里程如幻的这些西章论识 认为说 这个叫做圣一地 既显现 但是又是正的无地实 这个叫做圣一地 那针对于说 这种叫做圣一地的讲法呢 在 自序派 也就是 精密论师 以及莲花界论师 他们所造的 中观庄严论 还有光明论里面 都讲到什么呢 讲到说 他们所谓的 圣一地呢 实际上 它并不是真正的圣一地 是与圣一地随顺的 所以 理智所良 顺圣一地固 说他们 语到的 正的瓶子之上 无地实的这种比量 这样的一个理智的 所良 所对境呢 它只是 随顺的圣一 它并不是真正的圣一 所以叫做假明圣一 这个假明圣一 在 广论的 455页 我们可以看到 广论455页 有讲到 这种 假的圣一 假明圣一 这样的一个区分 我们这边直接挑到 455页看一下 现在 55页倒数第五行 这边说到了 大师说到 如是抉择 诸法 无成许 自信实体 只由自信所空空性 于色等法 差别是上 只为能查别法 他说 如是抉择诸法 无为成许 自信实体 也就是说 透过观察 透过抉择以后 抉择诸法之上呢 它没有任何 自信存在 没有自信成立的存在 乃至 如 微成许一般 都是不存在的 像 微成一般 这么小的 自信存在 自信成立 都是不存在的 那 此由自信所空空性 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信空的这样的一个空性 那自信空的空性呢 它是在什么地方上存在呢 于色等法 差别式上存在 譬如说 颜色 瓶子等等 瓶子是无地实的 瓶子无地实 或者说颜色无地实 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呢 瓶子 它是差别式 那在这个差别式之上 说无地实 瓶子的无地实 无地实这一分 就是这个瓶子的差别法 它是基于瓶子 来讲说无地实的嘛 所以 瓶子之上的无地实 就是瓶子的差别法 也就是它的特法的意思 这个瓶子之上的无地实 是在瓶子之上存在的缘故 所以瓶子之上的无地实 是瓶子的差别法 而它的差别式是什么 所谓的差别式 也就是 它这个特法是存在在什么事情之上 是在瓶子之上 所以瓶子的无地实 它的差别式是瓶子 而瓶子无地实 这个无地实是它的差别法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两个了嘛 一个是差别式跟差别法 两个东西嘛 而 差别式 是瓶子 它是世俗法 瓶子之上的空性 无地实 它是瓶子的差别 瓶子的差别法 瓶子的差别式 一个是无地实 一个是圣意地的 一个是世俗地 瓶子 那这两个法 固于一心之境 在一个心之上 存在有这两个东西 有比二式 非为相为 说在一个心境之上呢 既存在显现差别式瓶子 又去证悟瓶子上的无地实 这是可以在一个心 心虚之上存在的 有比二式 非为相为 在一个心虚之上 存在这两个东西呢 并没有相为 但是尤其未能浅恶相故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虚 去证悟无地实的话 它是证悟无地实没错 但是它有世俗的显现的缘故 它没有办法去遮除恶相 恶相也就是指世俗的显现 它依然有世俗的显现 它没办法遮除恶相 世俗的显现 只空视为假生意地 所以这样的一个 所谓这样的一种空性呢 它就称之为假明生意地 或者说假生意地 这是跟刚才我们讲那一段 是相符顺的 所以这边要讲到说 在证悟空性的时候 它是以比量的方式去证悟时 这样一个证悟的比量 它是既显现差别法 差别式又去证悟差别法 例如说 证得瓶子之上空性的比量 它在显现瓶子的同时 也去证悟了银子的无质性 那这样的一种证悟方式呢 它是属于假生意地 它所证悟的空性是假生意地 如果就大师的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地方 所以 这边讲到说 大师这边就说到了 理智所良 顺生意地固 假明生意 说 这种比量 他所证悟的对境 他的所良境 他其实是既有 世俗显现 他又去证悟生意地 所以他是不离二项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证悟的生意地呢 他是 与生意地相符顺而已 因为与生意地相符顺 所以说 假明生意 他并不是真正的生意 那这一点呢 是 清密论师所造的 中光庄严论 还有光 这个 莲花界论师所造的光明论 都这么说到的 好 那这句话呢 就照大师的字面上来讲 那看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 从这句话来推 说用 这种理智比量 所良之意 为圣意地 这一点 就是 里程如幻 他们所认为的 他们认为所谓的里程如幻 是现空双聚 那 他们这现空双聚是怎么样呢 他既显现 有世俗法 但是又证悟他的无地实 这两种 现空 同时 聚集在一个心绪之上 那这种状态呢 他们认为是圣意地 里程如幻的论师们 应该说西藏先决认为说 秩序派 所谓的秩序派 他们是里程如幻 那他们所认知的圣意地 就是指这样 现空双聚的状态 是圣意地 但是呢 精密论师 还有 莲花戒论师 他们都是自序派的祖师 于且行的自序派祖师 那他们都说到 这种状态呢 他并不是真正的圣意地 而是与圣意地 相随顺的 相顺的圣意地 是假名的圣意 所以以此来迫说 这样的一个讲法 并不是自序派的讲法 所以你不能说自序派 乘取现空双聚 然后叫做里程如幻 因为自序派呢 他们乘取所谓的圣意地呢 并不是现空双聚的状态 你们所谓的现空双聚 是圣意地呢 并不是我们的讲法 并不是我们精密论师的讲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所谓的圣意地 在我们来看呢 他只是假名的圣意而已 他是与圣意地相符顺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圣意 所以呢 你们的讲法就是 西藏先决论师的讲法呢 并不是自序派真正的讲法 那由此来迫斥说 西藏论师认为说 在中观师当中 有一派叫做里程如幻的 那他们为什么称之为里程如幻 因为他们所许的圣意地 是现空双聚的状态 那这个并不是 自序派真正的程序 所以由此来迫说 西藏先决的讲法 是不正确的 这是第一点 好 那破完了里程如幻的讲法以后 接下来往后看 又诸 又诸于大中观师 亦不许 亦不许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变为圣意地 故非善说 那这句话 如果从字面上直接来看的话 会变得很奇怪 怎么说呢 因为 说到不 亦不许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变为圣意地 其实就 一般 中观师 讲到所谓的圣意地 他都是 仅仅遮除戏论 这一分 仅仅断除 以正理 仅仅断除这一分 他算是圣意地 所以如果 直接从字面上来看这句 亦不许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变为圣意地 那看起来就会与 一般讲到 所谓的圣意地的讲法 产生下矛盾 所以呢 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个理解 就是怎么理解呢 又诸于大中观师 讲的是说 其他的大中观师 不管是秩序派 应成派的中观师 都可以 他们也不承许说 什么呢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这边提到一个唯字 这个唯 他遮除到什么样一个地步 唯就是排除 说其他的可能性 就只有一条路 叫唯有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变为圣意地 这句话 要怎么样去 去理解他呢 唯以正理 断除戏论 所指的就是 他仅仅遮除了戏论 这分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了 这一点是要被破斥的 怎么说呢 这个之后 大师在后面会有 很大的篇幅 在讲说 认识所破 那认识所破的时候 不能破太过 如果说我们认为说 诸法无地实 无自信 遮除了有自信以后 其他东西就完全不存在的话 那就变得破太过了 所以不能这样去破除的 我们破的是 无自信这一点而已 破除的是有自信这一点而已 并不是破有 所以破除了有自信 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它还是存在的 所以破除了有自信以后 它要保留的是什么呢 保留的是 明言有的部分 在明言上是存在的 在自信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 这边讲到 唯以正理断除戏论 它是透过了正理以后 仅仅断除了戏论这一分 之后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了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 那就不是所谓 圣仪地的内涵了 因为所谓的圣仪地 它是破除了有地实的这一分 但是它保留了 明言有的部分 它明言上是存在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破除有地实的同时 也破除了明言上的存在的话 那这样就变得破太过了 然后如果成许这样叫做圣仪地的话 就是我破除了有地实这一分 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这个为是指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既无地实也没有其他东西 我就是破除有地实这一分而已 那仅仅这一点也没有其他东西 这一点就叫做圣仪地的话呢 那就不是真正宗观师所取的圣仪地了 所以顾飞善说 如果从字面上来这样理解的话呢 那就可以说 大师在此处呢 破斥了过去西藏祖师 他们所认为说 秩序派呢叫做李承儒焕 应承派叫做 极无所住的这两种讲法 就是过去西藏论师他们说 字句派叫李承儒焕 应承派叫极无所住 这两个都是不合理的 一个 宗观师不会认为说 献空双聚是圣仪地 献空双聚顶多是随顺的圣仪地 假明的圣仪地而已 他并不是真正的圣仪地 所以就破斥了李承儒焕的这种讲法 那极无所住 神对于极无所住是 唯于陷阱断绝戏论 唯于陷阱断绝戏论 对于所显现的一些 就仅仅断除戏论这一分 叫做圣仪地 这样的一个讲法呢 他要破的是什么 破的是说 西藏论师他们认为说 就是他仅仅破除了戏论这一分 就仅此 就是圣仪地 完全没有保留任何 世俗存在的部分 明年存在的部分 那这样破的话呢 就等于说 这两种讲法都是不应理的 都应该被破除了 那这是一种解法 就字面上 我们不要 不需要另外去添加一些注解 去扭曲它的解法 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如果说从 这家合著的字面上来看的话 做了一些 应该说江木样大师 他在这上面加了一些字 然后做了一些理解 另外的理解 所以就会喊到我们上次讲到的 又诸于大宗观师 亦不许 显现有法之上 唯以正理 断除地时所迫之戏论 现空双聚者 变为圣意 这个是在四家合著上 家的一个建筑 那这个地方呢 他就把它 把它转成说 还是在破斥前面 讲到现空双聚的一个讲法 亦不许 在显现有法之上 在世俗的显现之上呢 然后仅仅以正理去断除 地时所迫的戏论 地时的这些戏论 然后 破斥这些戏论以后 他有现空双聚 显现跟空性 这两者聚集 这两者聚合 就称之为圣意地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 宗观师所取的 所以顾非善说 这个是四家合著 江木样大师在这个地方 多加了一些字去理解 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看的话 就没有特别明显的去 破斥 极无所著的讲法 就把重点都放在 破斥 这个里程如幻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 就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 那就看 大家自己去评估 到底哪一个讲法 比较合适 比较合理 因为 这段如果说要完全依照 四家合著的讲法的话 那看起来 他会加了很多字在其中 然后会有点 改变大师字面的一个讲法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保留 大师字面的一个说法 那就照我们刚才第一种的解释方式 来理解 都是可以的 好 那这是补充上次的 那接着呢 我们上次就说到了 那中观师他 既然说要依循中观师 那中观师他出现了一个次第为和 解释龙树菩萨秘义的这些中观师有哪些 那他出现了次第为和 所以于是呢就分出了 于且行的中观秩序派跟金步行的中观秩序派 那这两个名字名称呢 并不是说后人去捏造的 而是阅称论师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名言了 有这样的一个名称了 所以这边就讲到说 此顺明显居论 明显居论就是阅称论师所造的 这个解释 解释中论的一个试论 所以他说此顺明显居论 飞出杜撰 说这两个名字 我们刚才讲到的 映成 映成跟秩序派 这样的一个名称呢 其实他是随顺于 阅称论师过去印度祖师 就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依循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做学习 好 那再来 就接着上次的进度 若尔与此诸大论师 应随谁行呢 那有这么多的祖师 我们应该要跟随谁来学习呢 而求圣者父子义去 然后跟随他们做什么呢 跟随他们去寻求 圣者父子 圣者龙树 跟圣天菩萨 他们父子的义去 大一护尊 忠于阅称论师 阅称论师派 大一护尊指的就是 具得阿底侠尊者 那阿底侠尊者呢 他主张要忠于谁呢 要忠于阅称论师 这一派 忠于阅称论师派 那这边 释迦和主补充说 绝窝之二帝论 绝窝指阿底侠尊者 阿底侠尊者呢 他有造了一个二帝论 当中 他有提到 龙树弟子是阅称 也就是说龙树菩萨呢 龙树菩萨他有很多弟子 阅称论师 他也是龙树菩萨的弟子之一 所以依此传承之口诀 能证法性真实义 只要依着龙树菩萨的 这样的一个传承口诀教授呢 我们就能够去证悟 法性真实义 也是证悟空性的意思 又此 教授随行尊者 之诸大先诀 那 亦于此派 为所终上 不仅如此呢 又此教授随行尊者之 诸大先诀 这边随行是谁 随行尊者 这个尊者是阿底侠尊者 以着阿底侠尊者 这些诸大先诀呢 伯多瓦等等 那诸大先诀包含着 嘎当派的这些祖师们 伯多瓦尊者等等 亦于此派 为所终上 那为所终上呢 这边我把它调整为 亦于此派 亦于此派指的 这个此派就是 月称论师派 亦于亦成派呢 为主要所终 为主要的一个依据 主要学习的论点 阅称论师 于中观论 诸解释中 为见佛户论师 圆满解释 圣者义取 以彼为本 更多采取 轻辩论师 所有善说 略有非礼 亦为破除 而正解释 圣者秘 那既然我们依循的 阅称论师 所造的这些论注 那阅称论师呢 他就发现说 于中观论 就是解释 中论的这些 有关中观的这些 注解 注释当中呢 诸解释当中 为见佛户论师 圆满解释 圣者义取 就唯独看到 佛户论师 他才是真正的 圆满解释 龙树父子的义取 圣者义取 指的是龙树父子 龙树菩萨 圣天菩萨 他们的义取 所以呢 以彼为本 以谁为本呢 以佛户论 佛户论师为本 为最最的根本 为根本 那为根本为主 就是以佛户论为主 更多采取 这个更呢 我把它改成并 并多采取 并且呢 他很多呢 采取轻辩论师 所有善说 轻辩论师 一样有解释 龙树菩萨的论 那这个当中呢 有可取的部分 有必须被破斥的部分 所以他取什么 取轻辩论师 所有善说 他在 越称论师在解释 这个中论的时候呢 他采取了轻辩论师 所造的论当中 所有善说的部分 好的部分 都把它学习过来 略有非理 意为破除 那如果有不合理的部分呢 他就尚未破除 而这解释 圣者秘义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去解释 龙树 父子的一个秘义 好 以恶论师 这边我调整了 由见彼 由见彼 彼 论师 所有事论 解说 圣者 父子之论 最为殊胜 故今当随行 佛护论师 悦称论师 抉择 圣者 所有秘义 那因为看到呢 以恶论师 看到这两位论师 悦称论师 以及佛护论师呢 佛护及悦称 这两位论师 所有的事论 这所有的事论当中呢 解说 圣者 父子之论 最为殊胜 在很多解释 龙术跟圣天 菩萨 他们的论述的 这些事论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了 应该说大师 看到 或者说 阿底达尊者们 过去嘎当派的主师 看到了说 这个 这么多事论当中 最为殊胜的 也就是 佛护论师所造的论 以及悦称论师 所造的论 最为殊胜的缘故呢 故今当随 故今当随行 佛护论师 悦称论师 所以我们就 今天我们要学习 呃 毗伯舍纳 学习中观的内涵 应该要追寻着 印度的这些主师 特别是 佛护论师 还有悦称论师 来去抉择 圣者所有秘义 来去抉择 龙术父子 他们所有的秘义 好 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 抉择出说 我们在这么多的 中观主师当中 有很多过去西藏的先觉 也自称为中观师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中观师 有中观秩序派的 有中观应成派的 那秩序派又有很多 又细分了很多 这么多的中观主师 我们到底要依着哪一位主师呢 来去学习龙术父子的义趣呢 那最后就抉择了 我们必须要依循着阿底侠尊者 所指示的 去寻求 去追随 月称论师 佛物论师 所造的论 因为他是在 所有解释圣者 父子义趣的论当中呢 是最为殊胜的 好 这边就做了一个 很清楚的抉择 再来 第三 抉择空性正见之法 分二 一 误入真实义之之地 二 正抉择真实义 好 这边讲到第三课 抉择空性正见之法 那这第三课是在哪个地方呢 在广论的402页 第一行 我们往前看一点 402页第一行 这边讲到死又分三 一 明了不了义经 二 如何解释龙末义趣 三 抉择空性正见之法 那这个又出于哪里呢 是出于 一指匹伯舌纳资量 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把 一指匹伯舌纳资量的部分讲完 一指匹伯舌纳的资量呢 它又分了三科嘛 要先知道什么是了义 什么是不了义 然后要如何去解释龙蒙的义趣 这都讲完了 如何解释龙蒙义趣 我们就要依循着 佛物论师 月成论师 所造论来去解释 那再来就是讲到了第三科 要如何去抉择空性正见的法呢 好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地方 406页 抉择空性空正见的法 方法 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 误入真实义之之底 那我们要如何去证悟 真实义之的是空性 误入究竟的实性 误入空性 它的一个字体是怎么样呢 第二个 正抉择真实义之之底 然后就进入了正式抉择 所谓空性的内涵 经出 第一科 误入真实义的字体为何 何者 名为 所应现成实性内盘 即能正得内盘之方便 其误入真实 又从和门 而误入也 首先先提问 既然要误入真实义的字体 那首先你要知道 什么是真实义 所以这边就讲说 何者名为 所应现正实性涅槃呢 这边讲到的真实义 还包含了究竟实性的 究竟真实义的涅槃 就是佛陀的法身 何者名为 所应现正实性涅槃 即能正德涅槃的方便 那究竟的涅槃 佛陀的果位 佛陀心绪当中的涅槃 它是我们要去现正的 也就是我们要成佛的意思 即能正德涅槃之方便 那如何能够获得 佛陀究竟的涅槃呢 它的方法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问题 其误入真实 又从和门而误入也 那我们要误入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去证悟 这样的一个空性 又要透过怎么样一个方式 从和门 要从哪一个方式呢 去证悟呢 那三个问题 答回答了 若内若外 种种诸法 实非真实 现实真实 即此一切 并诸习气 永即灭故 于一切种 昔皆灭尽 我我所知 视为此中 所应正德实性法身 好 那首先讲到的说 要误入真实义 那这个 我们要误入 怎么样一种真实义呢 这是一个究竟的真实义 涅槃 是佛陀 心虚当中的涅槃 那这个涅槃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若内若外 这个内指的是 颜等世俗 世俗法 颜耳笔则生意 等等这些 内在的世俗法 外指的是 色身相畏处 等等 外在的世俗法 若内若外 种种诸法 包含了这一切 世俗的一切法 实非真实 现实真实 它实际上 是无地实的 无自信的 但是我们显现上 看似如此真实 完全不需关带 在境内方 独立存在 所以我们状态 显现的就是 错乱心 所显现的 让我们的心 愚昧 所知上 现前 错乱恶显分 所以 这种状态是怎么样 它要 这个 究竟真实性 它是要远离 怎么一种状态呢 远离这一些 这一切的 错乱显现 错乱的显现 心中的愚昧 还有所知障 这种错乱的恶显分 恶显世俗的显现 地实的显现 这一切 即此一切 就指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一切错乱的显现 地实的显现 病足习气 乃至说习气呢 永极灭骨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一切错乱的显现 乃至说习气 它都完全极灭了 完全消失了 于一切种 息皆灭尽 于一切种 指的说 不管是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在任何情况 它都完全不存在 都完全不存在 这种错乱的显现 地实的显现 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息皆灭尽 我我所值 这个我我所值是 于各自方面成立之 我我所值 就是指说这个我 它是在自方存在的 自方成立的 就是它不需要关带 它在它自己的位置上 就能够独立存在 这种我 我我值 还有我所值 认为说这是我的 之类的这种 地实的知作 那完全灭尽这种 我我所值的 无助涅槃 也就是佛陀的涅槃 不助于二边的涅槃 不助于轮回边 右边 不助于极边 涅槃边的 这种 无助涅槃 大涅槃 视为此中 所应正得实性发生 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必须要去 正悟的实性 所以 这边释迦合作说 所应正得实性是什么 此实性者 是佛陀法身 是佛陀法身 所以 讲到物入真实义 之次第时 讲到这个物入真实义 的真实义 指的就是 佛陀的法身 它是我们要去证悟的 而这个法身 它就是远离了恶障 远离一切我我所值 它远离了一切 错乱的显现 的究竟涅槃 就是此处的真实 也就是佛陀的法身 那既然要误入 这样的一个真实法身 是以怎么样一个方法 来误入呢 如何误入 真实是次第者 那再来就要介绍说 那我们要如何误入 它的次第 步骤为何 未先当思维 生死过患 另一眼里 与比生死 与比 与比生 与比死 生 弃舍 与比生死 生弃舍 日见 若未永灭其因 则终不能 得还灭国 便念何事 为生死本 由求其本 便于撒迦也见 或曰无名 未受生死 根本之力 好 这边就说到了 我们要污入真实的话 它的步骤是怎么样 第一步 要先思维 生死的过患 轮回的过患 所以就提到 要思维 在中世道的内涵 下世道 中世道的内涵 去思维 生死的 种种过患 让心 产生 极大的 厌礼 那你先知道 轮回是苦了 知道苦以后 你们才会 我们才会想说 如何脱离 这样的一个痛苦 与比生死 要生起 气舍的欲 我们对于这样一个 痛苦的 生死 轮回 产生厌礼 产生一个 想要气舍的心 与比生死 生气舍欲 事件 若未永灭 其因 则中不能得 还灭国 那进一步 我们既然知道 这是苦的 知道苦以后 我们想要出离 可是要出离 必须要找到 能够出离痛苦的方法 所以要去找到说 这个痛苦的 缘由是什么 它的因是什么 所以就看到说 如果说没有办法 永灭其因 如果没办法 从根本上 去断除 它的因的话呢 则中不能得 还灭国 如果因没断除 终究是没办法 获得 还灭国 就是指说 这个苦 完全断继的一个国位 所以这时候 进一步就会思维说 那它的因 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苦果是这样子 没错 苦果的发生 必然有它的因 那它的因为何 如果这个因 没有去断除的话 这个果 它始终会发生的 所以这时候 就会进一步思考说 辨念何事 为生死本 所以进一步 就会思考说 那到底什么东西 是这个生死 轮回的一个根本 所以去寻找说 它的根本原由 来自于哪里呢 由求其本 并于撒迦也见 或约无名 未受生死根本之理 透过寻找 它的原由 发现说 痛苦轮回 痛苦的这样一个轮回 它是怎么产生的 它是因为 夜产生的 夜是怎么产生的呢 追根究底 它来自于烦恼 而这个烦恼当中 贪嗔痴等烦恼当中 这根本又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我之 无名 所以最后最后 就找到说 原来这个痛苦的根本 是来自于撒迦也见 并于撒迦也见 或约无名 就是错误的颠倒之作 对于我的一个错误认知 或约无名 它是受生死根本之理 我们之所以会不断的在生死 轮回当中轮转 受生死的种种痛苦 它的根本理由 根本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这个无名 虚由自心引申定解 发生真实断笔欲乐 所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因果 生灭次第 要反复的去思维 就是所谓十二元起的一个道理 反复的思维以后 在内心当中 自心引申定解 打从心里面 产生一个定解 认为说就是如此 内心非常的肯定 不会再受到其他的 外在因素动摇 产生很坚定的信解 发生真实断笔欲乐 这个真实把它改成不造作 就是要透过反复反复的思维以后 然后在内心当中 产生了一种定解 而且能够生起一个 我就是要断除生死轮回 根本的一种欲乐想法 而且这个想法 它是不需要再造作了 所谓造作就是 你不用刻意的去思维 你一想到 一对到近 它就自然的陷起 我就是要断除生死轮回 这种想法 出离心也就生起来 生起一颗不造作的 希求解脱的 断除轮回的这种欲乐 然后进一步再去思维 自见若撒迦也见 必赖发生智慧 通达无比所值之我 故见必须破除其我 私一教理观察其我 有则有害 能成其无而获定解 那这边我做一点调整 那接着呢 进一步就去思考说 这个撒迦也见 要如何去断除呢 如何断除撒迦也见 它必赖发生通达 无比所值之我之智慧 必须要生起一个智慧 什么智慧呢 生起一颗 知道这样的一个 撒迦也见的所值 所值的我 是不存在的 撒迦也见 它是一个颠倒 错误的执着 错误的执取 错误的认知 这个认知 它所执取的禁是什么 它针对于运体 认为说这个是我的 这种想法 是错误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颗智慧 生起一颗 怎么样的智慧呢 知道说撒迦也见 它所执取的我 是错误的 是不存在的 要生起这样的一个智慧 那因为看到说 我必须要生起这样的一个智慧呢 固见必须破除其我 所以一定要去破除这个我 然后释迦合图这边说到说 仅见如是 上游不足 正破之时 就是仅仅只是说思维到了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 还是不够的 这一点光是这样是不够的 在正破我的时候呢 正破这个撒迦也见的时候 依教理 依怎么样的 危害由我 即成立无我之教理 第一个 它要破除什么 破除撒迦也见所执的我 这是要破的 第二个要成立的无我 成立我 它是无自信存在的 无自方存在的 这个成立无我的这种教理 而获定解 对于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破我的教理 要获定解 第二个成立无我的教理 这也必须获得定解 是求解脱者 不容或少之方便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是对于我们欲求解脱的人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方法 所以这边讲到的 抉择空政见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要证悟的空性 证悟的真实性是什么 最究竟的真实性 就是佛陀的法身 要了知佛陀法身 它方法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先 对于生死轮回 产生厌理 然后去寻求 这个轮回的根本原因 那找到原因 发现是来自于无明 那我们要认知到 这无明的所值 净是不存在的 所以要生起一颗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 就必须要去证悟 我值 他所值的净是不存在 然后并且去成立 无我的内涵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反复的修行思维 在心绪当中 升起定解 这个是一个需求 欲求解脱者的人 他不可或缺的方便 好 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 我们今天的进度 先上到这里 那接下来时间 有没有问题 法师吉祥如意 请问一下 就是刚刚这边 406月讲到的这个无明 你有提到12元起的出之无明 我想问一下 这边讲到撒迦野剑 过约无明 所以12元起之的无明 是撒迦野剑 请问这个撒迦野剑 是只有巨生的 还是有包括分别 也就是出之无明 它是有分别的无明在里面吗 分别的无明是指什么 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撒迦野剑 有变迹的 也有巨生的 那那个变迹的部分 有在这个出之无明里面吗 变迹的撒迦野剑 变迹的撒迦野剑 就是剑道所断的 那个撒迦野剑 它是属于出之无明的一部分吗 老板 等我一下 我记得 换个电池 出之无明 那个人 这我在想一下 印象当中 出之 出之无明 好像是指 电机撒迦野剑 我要再确认一下 好的 感恩法师 法师还有请问一下 您刚有特别解释了一下 404页到405页 这个有关于李承儒患 还有吉乌所住 这边的那个内涵 如果按制议 按中大师的说法来说的话 那我们前面再讲到 许就是在404页的 倒数第五行 许圣意地 为于陷阱 断绝戏论 名吉乌所住 所以这个如果是按照中大师的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 是吗 如果说直接照字面上来解的话 这个一定要 这个地方一定要再多加解释 不然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看 也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他这边如果说要照 字面上来解的话 他这边为于陷阱断绝戏论 这个 仅仅断除戏论这一分 他这个仅仅断除 就是完全不会保留任何其他东西 就只有断除这一分 就是圣意地的话 那这个就变破太过了 那就不是我们要称许的 嗯 就是按照您今天的解释 如果按照那个中大师的原文的 含义来说的话 他在这一段都是要讲到的 就是吉乌所住和李称如患的 这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因为有一个 因为第一前面 李称如患是现空双距 圣意地其实是无则 不会有现空双距 另外一个就是讲到 他破太过 把一切法都断除了 变成这种 唯以正理断除戏论的 这个内涵的解释 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对 以中大师的原意来看的话 这两种说法都错误的 如果按照释迦合作的话 不知道了 因为原意释迦合作也会 也会说在解释中大师的原意 就是我是说这个地方 可以有这两种理解 如果说不不照释迦合作的 就直接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解法 那释迦合作也有另外一个解法 那至于哪一种解法比较合适 那就是大家要自己去斟酌了 那对于我们后面的学习 那到底这边讲到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呢 就是刚法师有带我们看了 455页那一段的话 这样倒回来看的话 讲到那个顺圣意 顺圣意地 顺圣意地 他应该是圣意地啊 只不就是他是用理智所看到的圣意地 所以叫顺圣意地 假名圣意地 如果说 455页 对 从大师的字面上来看 这个顺圣意地 他不是真正的圣意地 他既然称之为顺 他只是随顺的圣意地 相与圣意地相顺 叫假名圣意 他并不是真正的圣意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假名圣意地 他不是真正的圣意地 是 就是如果 我这边讲的是说 从大师这个字面上来看 还有包含说 455页那一段那个地方 所讲的假圣意地 这样的一个理解来看的话 那就变成说 理智所良 就是笔量所良的 这个圣意地 他只是随顺的圣意而已 就是如果说 要这样理解的话 照字面上这样来理解 不做其他的解释的话 会变成这样子 好 我这边的困惑是说 到底假名圣意地 您上次有说 他就 他也 没称之叫 一门圣意地 他只是因为有显现二线 所以是叫做 一门圣意地 或假名圣意地 他可是他所看到的 那个空性 不是 还是就是空性吗 那不是有正道圣意地吗 他正道的是 正道圣意地的同时 他又有世俗的显现 所以他实际上 所正得的是世俗地 他并不是圣意地 他是正悟了 无自信这一分 没错 但是他正无自信的这一分 同时又有世俗的显现 所以他这个时候说 他是顺圣意 但是他 他的抉择境 他有正道圣意地 是没有错的 只是他有显现 世俗地的显现而已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好 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广论是 钟大师46岁写的 他59岁的时候写了略论 那如果略论和广论 有相为之处 那应该是要看哪一本呢 你要说有相为 那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读者 不了解大事的意趣 才会认为有相为 那如果说真的懂大事意趣的人 他写的哪一本论 乃至他年轻写的金曼论 看似很 字面上看似很多矛盾的地方 就是跟后面写的论著 会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会在这上面 去做解释的 其实大事意趣是怎么样 之类的 不会说大事有相为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 大事的论著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的 只会想办法去解释的合理 而不会说大事讲的有矛盾 然后应该依哪一本 而不依哪另外一本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好的了解了 感恩法师的解说 谢谢 好 法师请问一个问题 前面那个403页第六行 那他有引中观光明论 那他这边讲是何等名为了义 那未有正量 那法师特别为正量 有做过解释 那以中观秩序 我的问题是说 以中观秩序派 中观的话有分中观秩序 跟中观应成 那这两派对于 对于那个 了不了义的判定 是相同还不同 那因为这边有讲到正量 如果一讲正量的话 是 他应该是属于世俗 那以秩序派来讲 他讲的世俗的话 他是还要依 他那个什么 世俗也要承许 安利要有自信 那他是说 意思是说 他的圣意 必须依于正量来安利吗 世俗的正量 所以说他的变了不了意 就是说要有两个 就是你必须要有世俗要有正量 而且第二个还必须要 是讲到圣意的部分 无地识的部分 是这个意思吗 就以中官派来讲 在分辨了不了义的时候 都是从所权的角度来做分辨 但是中官应成跟秩序 还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虽然说他的主要所权 他主要直接显示圣意地 说是了义 主要直接显示的是 世俗法的话 那就是不了义 那基本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这两者 就是应成派跟秩序派来讲呢 秩序派还会再加上说 他能不能够 如同他字面上所讲一般去取义 如果说他的字面上 不能如言而取的话呢 也不能完全算是了义 即使说他是直接显示空性的内涵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比较细致的部分 也就是说应成派呢 在讲到说了义的时候 只要这整部经 他这部经 他是直接宣说空性的 直接主要宣说空性的话呢 不管他在经文的任何地方 他有没有加上圣意的简别 所谓圣意简别 就譬如说 我们说无眼耳鼻舌生意 那他家的圣意简别 就变成无字性之眼耳鼻舌生意 这叫加圣意简别 或者说无地识之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叫加圣意简别 只要这一部大部的经典 有一个地方有加过的圣意简别 就是很明确讲到说 是无地识的什么什么 如果一个地方加了 其他地方不管有没有加 即使他的字面上只有讲到 无眼耳鼻舌生意 像心经这样子 但是我们应该都要加上 也应该都要承许说 这些经典是可以无言耳取的 虽然说他字面上是没有讲到 这个没有加上圣意简别 但是秩序派就不一样 秩序派他很在意说 你有没有很明确的加上圣意简别 你如果没有明确的加上圣意简别的话 虽然说你说这本经在讲空性 但是他还是会变成不了一经的 因为他不能如言而取 譬如说心经 心经他的字面上是没有明确讲到说 没有明确加上圣意简别 就是无言耳鼻舌生意 没有明确加上圣意简别 所以在秩序派来看会说 心经呢他是不了意的 但是应成派来看他会说 心经是了意的 因为即使在心经这个地方没加 但是整部经他是相关的内容 譬如整个波勒经 大部他都是相关内容 一处有加了 其他部分你要自己去加上 所以他是了意的 所以这点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你刚才说到说 用正量是不是 是否要用正量去成立 这边的正量所指的就是说 他是确定他所讲的内涵 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需要再去做曲解了 就是这个量是决定说 他所讲的内容呢 就是如此了 你不需要额外再去做解释 这种是这样的一个量 这是如言而取的意思是不是 你要说如言 就就应成派来看 也可以说是叫如言而取 可是这边他是用中观 中观光明论 这不是就是秩序派的论处吗 对对 所以他他是引 应该是讲到秩序派的内容 这边所以这边讲到这圣意吗 就是确定他所讲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你不需要再去做曲解 不需要另外再做解释 那这种要讲的是空性的内涵的 对就是他的他讲的内涵已经是究竟实意了 究竟的真实内涵呢 你不需要再去影射了 不需要去引申其他东西了 这种就是生意地 是这个意思是对 对 好谢谢法师 法师听得到吗 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法师 就是说你刚才最后的这一段话里面 就是赤剑若灭 撒家也见这里 这一段一直到后面的这个 是求解脱者这两行 这里面是不是就他有一个 赤地在里头 就是说要灭除这个 撒家也见无名的时候 必须要透过空性的认知 那这个认知就是 法师你刚才解释说 要必须要有 先赖于发生这个智慧 就是说破属这个我正 真的这个无我这个部分 就称为叫做认知了空性之后 然后再以 森摩塔或皮薄色纳来 圆取这个空性 然后证得了通达空性的 这个森摩塔和皮薄色纳之后 才能够真正断除烦恼的根本 在这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赤地这两行里面 嗯 这边没有明确说一定要升起直观 但是你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因为要断除我之 当然一定要依赖这个直观 才有办法去断除 你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那在这里想请教一下 说他这边的解脱 就是说他只 呃只到就是说 断除烦恼的根本 还是说在连同 断除烦恼根本所留下来的 这个习气的所知上也一起 呃因为要获得 才能够获得这个法师 那他这里所谓的 为求这个解脱的 这个这边的话 是只断除了 烦恼的根本 嗯 还是连同这个断除 撒迦 就是说这个 烦恼所留下这个习气的所知障也一起断除 就我们有说烦恼杖跟所知障 对 那这边我想理清一下 谢谢 嗯 呃 其实就以 所以必须要生起一个正的无我的智慧 那透过这无我智慧去 去断除去去对峙这个我之 然后最终你才有办法获得解脱嘛 那这个解脱就包含了说 你如果只是小圣行者 你要获得一级的解脱 那就是 声闻的阿罗汉 多绝阿罗汉 那你如果进一步 你想要成佛 那你必须要 配合 配合这个方便分嘛 六度的 这些方便 你才有办法去 断除所知障 才有办法获得真实的法身 所以 这边就包含 这两个部分都在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 你要获得解脱 都是不可 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便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也包含 因为要 有 菩提心的这个色词 因为你要获得到法身的话 所以如果说前面 我们只有 断除了烦恼的根本 但是你 后面这边要获得 就是说连同 烦恼所留下喜气的所知障 那就要 有菩提心色词在里面 所以这样才会 在这里面所解释到的 这个解脱的这里 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啊 你如果从大胜的角度 那当然一定要 菩提心色词 对对 了解 好 谢谢法师 好 那因为时间缘故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一起回向 请和长 深深游圣 宗克巴 为座大臣知识力 愿于佛战上尾道 虽刹那请不战舍 我知师长 宗克巴 或居多帅 或极乐 认出何处 圣净土 我等愿生 眷属所 出广大求都文 中县经教 街角所 后近日夜 骗军修 魏宏圣教 骗回向 至尊师长 受监雇 捷径 事业 骗十方 上位教法 如云灯 长破三界 众生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